35岁Hebby田富珍越活越美丽。 独立坚强的她带有仙气,气质更是满满儿,但原来她拒绝了林俊杰十多年是因为…… 相信没有人不认识S.H.E.吧?其中成员Heavy田富珍更是在solo活动后红得更火火热热 田富珍,又名田喜碧,2000年通过十里美少女选拔大赛获得定军,赛后与同为参赛选手的任佳轩,陈佳化组成师组合进军歌坛 男女明星之间存在住情情爱爱的,但是要遇到自己心动的却是特别难得的 林俊杰喜欢田富珍,一个整整喜欢了十多年,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事,这难道田富珍对林俊杰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? 当年的she可是火得一台糊涂,很多金曲至今都广为传唱,只是由于其他两位成为相继结婚生子 田富珍这些年也一直坚持在音乐的道路上,林俊杰心目中的女神一直是她感情上的一种守护 也正是因为这样林俊杰到至今还是单身,所以在很多时候她都会用歌去表达她的爱,融入她的感情 也难怪林俊杰这么喜欢田富珍,歌唱得那么好,而且田富珍的颜值真的是没话说的,肤白貌美,吹淡磕破的肌肤,让人羡慕,就像在图中说到的那样 田富珍,这么重视皮肤美,是她知道,没有谁愿意通过你拉她的外表,去发现你美丽的内心,所以首先得把自己的外表变美 而对于田富珍来说,对于好姐妹Sliner和Ella都找到自己的幸福,在采访中被问到似乎也是有点尴尬的,但是对于感情这种东西不能操之过极,顺其自然 而网友们都知道只要每次有田富珍的演唱会,林俊杰都会在场,每一场唱了什么歌做了什么事 可以说比田富珍本人还要过于清晰,因为毕竟追了十余年的时间,唯一最珍贵的就是时刻关注住她 林俊杰对田富珍的那种深情,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传达住爱,然而在对待爱情这种东西,有时候单靠感觉是没有用的 这让我想到图雷老师的话,全心全意的付出,可以换来感动,但未必换得来心动 朝夕相处的陪伴,可能产生感情,但未必产生了爱情 作为曾经是一中发展最好的一个,又如此有女人为,网友看后也纷纷表示,难怪林俊杰哭追十年无果